Hello,大家好,我是费胜支付的Kandis 上期我们跟大家聊过了 印尼的电子钱包ShabyPay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 印尼的国字号电子钱包 林克阿扎 林克阿扎成立2019年3月 是由印尼6家国银行 投资8000美元 共同筹签而成 林克阿扎整合了 印尼国语银行旗下的电子支付服务 包括曼底利银行 印尼人民银行 印尼国家银行 以及印尼电信公司 因此林克阿扎也被称为 印尼的国字号电子钱包 目前林克阿扎已经成为了 印尼第五大电子红包 截止2021年9月 林克阿扎已经拥有超过了 7000万的注册用户 林克阿扎主要专注于 零售、购工服务 以及其他日常需手的支付 主要专注于8项商业交易 其中包括加油 以及通行费在内的公共交通 手机网上贷款 大单支付 零售支付 网上购物 捐款、汇款 以及包括贷款在内的金融服务 林克阿扎用户不仅是中产阶级 还包括中低收入群体 约80%的注册用户来自印尼的阿森线城市 林克阿扎的核心服务 还包括link网络中 4万多台自动驱款机的 无线电驱款服务 以及通过与新加坡电器 有限公司的合作 为在新加坡的印尼工人 提供贵款服务 林克阿扎也是印尼教法委员会 许可的移动钱包 林克阿扎已经上线 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移动钱包服务 与1500多家商户合作 可以在200多个传统市场 100多家当地现代零售店 60多个礼品店 以及1000多家清真烹饭餐厅使用 截止2021年3月 印尼各地已经有250多万用户 使用伊斯兰教法的林克阿扎服务 好了 关于林克阿扎你了解了吗 通过Payson不仅可以接通林克阿扎 还可以接通全球100多个国家的 300多种本地出口方式 下期我们将继续给大家介绍 印尼的电子钱包兜库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